《语言语》 好 接着我们往下看 若一寝息 就是一百五十页道数第二行 若一寝息 则当了之 因于我故 则有一切善恶等法 刚刚讲的这里 那么你因为躺卧的因缘 躺卧的缘 所以你这个时候 心中就会有一切善恶的法相 在自心中油然升起 你没办法控制 它就自然就会升起 但是这个时候 你就应该了知 实在无一法可得 为什么 因为这些法都是自心线 都是自心线 你自心线起 别人也看不到 而且就是一时的 短暂的时间升起 那它也不会长久 所以 是自心线 如果 照《论则经》讲 就是自心线量 自心线量 本性中是 予于本性而献起的 所以无一法可得 有如镜中花 水中月一样 那如果你这样的官僚的话 就妄念不起 那这就是修纸 就是做纸的功夫 修纸的意思就是 做纸的功夫 云和卧中修官 那怎么样在 这上面是讲修纸 忘念不起就是纸 就只习忘念就叫做纸 那在卧中怎么样修官呢 你看所以 这个修行人 连你躺一下也都这么忙 你看 还要修官 躺下来还要修纸 还要修官 所以你看我们不修行的人多好 这位 躺下来就躺下起来 然后躺下来就胡思乱想 然后就哇 就到 魂飘 到哪里 这个三十六万里之外了 应做事念 由于劳伐 即便昏暗 这个 你就应该躺下来的时候 要这样思维啊 念就思维 因为 因为 劳法 疲劳啊 即便昏暗 因此 什么昏暗啊 心昏暗 所以心就昏暗了 因为疲劳 所以心就昏昏 然后暗暗的 所以 所以就想睡 所以 为什么会想睡 就是因为心昏 跟心暗 这就分开来了 所以就跟那个 听经打瞌睡也是一样的 心昏暗 故 打齐瞌睡 这个齐是语注词没有意思 所以就放纵六情 放纵六情就是六根 所以你要呼呼大睡 一定要放纵六情 你不能收射 你收射六根 睡不着了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 所以说啊 这个修行人躺下去 他不能够放纵 所以他跟我们不是说一样的 只是他只是休息休息而已 那我们当然就是要大睡一场 对不对 然后 大做李伯大梦 李伯大梦知道吗 这 这美国 那个文学家里面写 他写了一篇就是李伯大梦 一个人跑到山里面去 然后就睡了一觉 回来的时候已经五十年以后的事情 人家认不得他 他也不认不得别人 就李伯大梦 其实我们中国也有类似这种 对不对 南科一梦 对不对 好 所以啊 所以一睡啊 就睡得糊里糊涂了 对不对 然后 因此则有一切烦恼善恶等法 那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放纵六情的关系 这个词就是放纵六情 因为放纵六情 所以就有一切的烦恼善恶等法 升起 烦恼善恶等法相在你自心中升起 那这个时候就应该要反观握心 反观握实的心 然后不见相貌 这四下搜寻 都不能见到什么 不能见到能握之心的相貌 为什么这么说 能握之心的相貌 那这个要 真的要很懂佛法 你知道吗 谁在握 谁想握 心想握 对不对 心想握 所以身才会去握 对不对 心想睡 所以身睡着了 所以一切都是心所造 所以你心如果不想睡 他不可能睡得着 所以真正睡着的不是身 而是心 所以你如果心没睡着 你身就绝对不会睡着 所以完全是心所造 所以我们一定要确定 这个佛讲的这个道理 所以那你说我是这样子 走路也是一样啊 谁走路啊 你如果心没有想要走路 心没有带动身走路 身如何能够自己走 那不是僵尸会走路了吗 对不对 所以那个佛在经里面讲说 我们这一个身体就好像机关木人 又像启示鬼 启示鬼知道吗 就是那个人死掉 然后变僵尸了 然后会咒语的 念个咒 给他贴个符 然后那个 不是湘西不是有感尸的吗 他就会走路了 可是那个僵尸真的是自己会走路吗 不会 那个尸体不会走路的 谁定他走路的 那个咒语 那个咒语那个符路 对不对 好 那个咒语那个符路 就是你的心 所以你这个身就好像一只僵尸一样 是没有生命 为什么 因为这设法是没有觉知的 那能觉知的 能思维的 能作意的 是心 对不对 所以你作意想要走路 所以它可以走路 你如果不作意走路 即使你真的可以走路 你也不会走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完全是心的作用 所以你那个心哦 如来比宇宙好像福路 好像咒语一样 那也就是说 什么 不可思议 只有这样子 这个心有这样不可思议的业用 它可以鼓动你这个 这个四大之身去造作一切的动作 行为 那那个作用呢 跟那个咒语 符路是一样的 那所以我们这个身像机关木人 像个僵尸 但是我们这个心 令这个机关木人 他能动 看佛好先进啊 他已经知道有robot了 有机关木人就是机器人嘛 对不对 但是所以机器人虽然会动作 但是他没有心 对不对 同样的 然后那个起尸鬼 那个僵尸虽然会 那个僵尸虽然会起来 会走路啊 会动啊 但是 他自己毫无觉知 比喻我们这个身体就毫无觉知 但是我们能动 为什么 因为这个心 对不对 那这个僵尸也会动 他自己毫无觉知 那为什么 因为有那个福禄 咒语的不可思议的业用 那我们这个心也有不可思议的业用 这比喻 棒 对不对 这比喻是如来说的 不是我说的 只是我解释的还不错就是了 对不对 你这样你就懂了 身跟心 设心二法之间的关系 设无知心有情 所以设无知 无知无感无寿 那心有情 有情就有知有感有寿 所以你不要说 你很累的说是身体累 不是 不是 是心累 因为你那个心里面 一日一天积下来的很多的城牢 把你的心覆盖住了 所以你就觉得昏昏暗暗想要睡 可是如果是听经打瞌睡呢 所以你一听到经 那眼睛就要变成刚出生的老鼠一样 然后就要生功缩法 完词点头 点个不停 不只是点头还歪头 所以这是业障所致 业障 往昔所造的恶业的业障法障 业障可能障人修行 障人听经 障人闻法 障人讲经 所以由于业障 齐法障 所以令你今世 想要听法的时候 你就听不到 如龙如芒 如龙如芒 听到吗 跟龙芒一样 那这个听经的时候 打瞌睡呢 这个除了自己不能得智慧以外 还造罪 还造业 那这个法障 除了说障别人以外 还有心里面轻慢 轻慢于法 对法轻慢 还有轻慢于诗 对讲经诗轻慢 所以才对他讲的东西没有兴趣 你没有兴趣 你就会睡着 你如果很有兴趣 你绝对不会睡着 对不对 比如说我现在在这边挑清凉袖 你会不会睡着 绝对不会嘛 对不对 或者我放一 我有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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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jector 然后放一些 那你一定不会睡着 对 为什么 有兴趣顾 是不是 有兴趣 所以就 心就活起来了 活动了 你不会睡着 那睡着是什么 昏暗昏睡 除了还在呼吸以外 就睡着了 佛说的 人睡着了 除了还在呼吸以外 就跟死人一样 所以你睡得越多 你在这辈子就死得越多 你那个睡着的时间都是死的 就是一个死人 一句死诗 好 所以你 你修行人啊 就不能像凡夫人一样 一躺下来就 大开一个八字啊 然后 然后睡得呼呼大睡 啊 忘掉了 尤其是女众 绝对不可以那样子 那就很难看 你知道吗 比如说如果有监视器的话 那一看 哇 那不能看的 不是不能看 哎 不说了 所以 那就要有警觉心 你知道吗 还有 我以前不是讲到吗 就说 你要修行人啊 会会 会梦移啊 什么原因 身放肿 身放育 所以啊 你要避免梦移啊 你最好撤卧 你撤卧 减少百分之八十的那个梦移的 这个 的因缘 你知道 啊 所以 呃 因为放育这个四肢啊 所以 人在做 做那 做男女之间的事情 都是 都是八字打开的啦 你撤卧 没有办法做那个事啦 即使是梦中 有天大的这个神通 也没办法做那个事啦 对不对 所以也就不会 因为 其实你就这样子卧了以后呢 你那个身就不放育 身不放育 心就跟着不容易放育 那也就减少了那个因缘 还有跟你讲 你梦移啊 有很多时候是 但惊弃鬼 哎 但惊弃鬼要吃你的惊 那尤其是你如果是出家人 那 恐怕你的惊是 很甜吧 哎 所以那个鬼啊 就特别喜欢 因为凡夫什么 心哨嘛 他吃的杂嘛 所以他的精子一定不好嘛 他的精一定不好 所以你会吃的 吃的很纯的素啊 然后又令很多的精 令你的精子又更加的甜美 所以就引发 这个蛋惊弃鬼啊 就对你非常有兴趣 就变成你的常客 就客户啊 常来往来的客户这样的 我算是好像开玩笑 不是耶 这不是开玩笑 是真的耶 因为这条路我是走过来的啊 对不对 你闭关的时候 尤其是年纪轻轻的啊 对不对 三十几岁 精力旺盛啊 所以如何能够 不会有那个毛病 那你就是 身不放异 心不放异 然后 常怀 惭愧 忏悔 忏悔什么 你一泄了经以后 你一起来 第一件事情 就是忏悔自己 说我无始以来 由于贪爱 贪爱淫欲 所以有这种事 诚心的忏悔 这不需要到佛前忏悔 你当下起来就要忏悔 到佛前去忏悔 已经太慢了 而且变成一个形式了 你知道吧 所以我跟你讲 虽然我教你们 种种忏悔法 但是我自己所做的事 都是这样子的 所谓的无相忏悔 好像是无相的 事实上是最有相的 你懂吗 最实在的 自信 真诚的忏悔 然后及时忏悔 所以啊 像这种疑惊的事情 我在闭关的时候 我很快就解决了 因为诚心忏悔的关系 那 所以这顺便讲到了 所以放纵六情 所以 慧疑经 就也是因为放纵六情 然后会睡得活力糊涂 然后一睡完 就把所有的 当天所修的这些善根 都不见了 尤其你如果是闭关的话 那么第二天重新来过 你那些所修的 都好像抛到海里面去一样 不声不响 你所得到的 这好的境界 也都不见了 也都不见了 好 因此得有一切 烦恼善恶等法 在你的自信中分析 即当反观卧心 不见相貌 这个时候你就一样的 跟修止心的时候一样 看这个能握之心 你看这很不可思议 你为什么想握 想握就是有想要握之心 是不是 那个叫做能握之心 你因为你有想要握之心 你现在再去找 找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一个 想要握的心 就会找 是找不到的 对不对 所以就不见相貌 不见这个能握的心 是相貌 那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其实又很抽象 我现在把它画成一个很具象 你就可以懂 使能握之心在哪里 你找这个心 这个算是第八处增心 去找找看 就一找 找不到这一个能握之心的象 找不到他这个老人家的踪跡 对不对 他有隐身术 所以他就隐身起来 然后偷偷作用 然后我们就想握了 可是你要找他找不到 当之握者及握中一切法 当之能握者 就是能握之心 就是让我想要握下来 让我握下来的那个心 以及握中一切法 以及握中自心所生的一切法 一切法相 必尽空极 你加个奇相 奇相必尽空极 所以他的相 虽然毕竟空极 可是他还是会有这样的作用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心向 心性的不可思议的地方 你看不到他踪跡 找不到他的踪跡 但是他就是有这些用 这些有万般之用 所以就是可怕在这里 所以怎么样呢 所以怎么样你知道吗 所以你就被他耍得一塌糊涂就对了 你天天在被他耍 但是你就找他不到 他跟你躲摸摸 但是你总是找不到他 他总是找到你 所以必经空极 现在加上很多的字 加上一段字 那你观察了这个 自心 以及自心所现的一切法 那个握者就是自心 那握中一切法 就是自心所现一切法 这样子吗 观察握中的自心 以及自心所现的一切法呢 它毕竟空极 它的相毕竟是空极 那能这样子观了以后呢 因而深化观至 也就是行身波弱 照破一切 希望成相 与心相 无蕴即燃 如是乃至 心见无生 因为你这样子观察照了啊 所以就深化你的观之 那也就是所谓的行身波弱 然后就 因为行身波弱 所以能够照破一切的 虚妄成相 以及心相 然后就照见五蕴即燃 如是乃至 心见无生 那无生就是 四四二之观门 阿至者不生 第一个 就见到那个本出 源头 本出就是源头 所以我说这个显教跟密教 实在没有说很远的差距 这样子 它所要正的理由 是一样的 只不过密教有方便 这样子 我是说字看得懂吗 好了吗 好 所以啊 这个就叫做 在卧中修观 这太过分了吧 卧中都这样修 不得了 好 那我们往下看 看那个试文 行住坐卧 四威仪中 为什么称为四威仪呢 因为事上只有四威啦 行住坐卧是四威 但是呢 这个佛法行人 尤其是出家人 这个行住坐卧都要有威仪 不能只是四威仪 对 所以叫做四威仪 闲能修习 只观 那这个这样成佛就不会很远啦 对不对 故一切时一切处无不成为止观 之功用义 那都一切时一切处都可以修止观 所以这个是真正修止观的人 然卧之法本为不善 这卧这一个法 卧这一个法 本来是不好的 何以能修止观呢 因为卧能够 下面就解释了 说 在以好的方面来看呢 因为卧能够调和 这个身心呢 那补养精神是不足 凡夫众生 在这个夜报所感的身躯啊 如果完全都不令他碎卧 精神就会受损伤 那怎么样能够修心半道 那 这应该有个问号 所以啊 必须要能够 必须要卧 所以啊 那个修不倒单啊 实在是 是一个很辛苦的事 但是那个 这个效果啊 成效并不是很好 常常会有相反的效果 如果在卧的时候 就应该做这样的思维 我现在所卧的 我今所卧就是 之所以要卧 这个所卧应该 之所以的意思啊 之所以要卧呢 倘若是为了 不善跟放异的事情 而想要卧 那 就不要 就不需要卧了 如果是 不善方意者 那 就是指 淫欲 愤怒 愚痴等 这些不善的法 才去卧 那 如果是 这样去卧 就不应该要卧 那 如果是因为 修习只观 研究教理 弘扬佛法等 那累了 应该叫个累了 累了 而去卧 那就可以卧 那 如果是因为 调和身心 所以你不要解释说 躺下来 休息指观 研究教理 弘扬佛法 所以 你不要这么躺着 然后 师父问你 你说 你怎么这么躺着啊 你说 我就是 真从那个 这个 宝敬大师说的 就是我躺下来 休息指观啊 我就躺下来 研究教理 不是这个意思 往下看 是因为 休息指观 研究教理 弘扬佛法 等次 疲倦了 所以稍微握一下 这个就可以握 若因为调和自身的四大而握者 那么就应该像狮子王一样的握 颜四大者为无人之身 揽外界 地水火风 就是四大就是我们的身体啊 是揽外界的这个地水火风 而成 呃 就外四大 变成内四大 这个是相对于这个设身相畏处 应该是设相畏处的 没有生的 设相畏处 所以称为四大 所以称为四大 那么第一个地大 就是地大的性是奸 奸爱 奸硬而且有直爱 所以称为 称为地 那像 眼耳鼻舌身 就是地大 那如果不假 不假就是不需要 不需要用 不用水 则不合合 因为地大 这个 一定要有水 那么 金云 法、毛、爪、齿、皮、肉、金骨等 都是属于地大 第二个水大 水是认识 他的性是认识 像 涕、拓、金鱼等 都是水大 那如果不假地 如果没有地把它撑住的话 这个水大就会流散了 就流失了 金云、涕、拓、农、雪、金鱼、玄、墨、碳、类、精、气、大、小、便利 皆归于水 这都是水性 那三火大 火是以灶热为性 那 在深冬暖气 是火大 如果没有风的话 那么这个火大就不能增长 所以一定要有风才能够 火大才能够增长 金云、暖气归火 事也 事风大 风以动为性 不只是说风本身动啊 乃至于 依佛法所说 就是说我们这个全身 身体之所以会动 也是因为有风性 风是什么? 以我们的中意来讲就是气 对不对 对不对 来自于说 我们那个血管里面 血液里面有气 所以才能流动 所以才能带动全身的动 所以这个风或是气 是令我们这个身体动的 这个主要的因 那事风大 风以动为性 为初入习 乃至于血液体液里面的气体 以及伸手动转、捉持运奔 都是风大的作用 以这个身体的动作 都是由风来转 所以经上说 动转归风是也 这是内生中的四大 当之四大如毒蛇 若一大不调就有101病 所以四大不调就有400病 所以要调和 那若行者欲调和这个四大 那卧的时候 就必须要向狮子王的卧 那我在前面有没有讲过 就是说 为什么一定要侧卧 侧卧就是为了要帮助修订 帮助修订 帮助修订 第一个不放育 放育那个定力就散了嘛 对不对 所以身不放育帮助心不放育 第一个 第二个是帮助那个气 因为你做了以后 他气就自然 我们虽然佛法不是要这样修 但是他自然就有这样的功能 就让 虽然我们不是要练气 也不是要修气功 但是他自然就会运转 对不对 乃至于我们这个智者大师教我们 佛也是教我们要调习啊 对不对 调习就是气嘛 就让这个气要顺 气、血、畅顺 然后身就没有病 对 我们因为有病的原因就是因为气血不畅 最主要 气血不畅 然后那个 这个 血管里面的红血球 氧气不足 然后氧气不足 然后肺气排不出来 那肺气排不出来 就生病了 那氧气不足 得不到适当的营养 对 然后就增长什么 增长发酵、发霉 对 然后 然后所以就这里痛那里痛 就是因为 都是因为那个气跟血不调顺 所以佛法也是非常非常的医学 非常非常科学的 然后 所以你坐在那边 他自然 你不用去用心着意说 我要 要让他 什么 叫任督二脉 打通啊 他自然就通了 你知道 他自然就通了 就好像什么 我举个例子 你在平常的生活的时候 你有没有着意去呼吸 没有对 对不对 可是你有没有说 忘掉了呼吸 停止呼吸 然后昏过去 或死掉了 有没有 没有嘛 他自然就take care 对不对 那个是 是自律神经所管的 对不对 同样的嘛 这个 我们这个 打坐的时候 你 只是把它弄调顺就好了 然后 他自然 比如说如果要 这个 这个气脉能够通的话 他自然就通了 怎么样通呢 因为你心里面 还是回到这个心 你心里面没有烦恼 没有渣子 没有烦恼 没有渣子 就没有废物 就是那个心的那废物啊 卡住了 所以 就帮助你那个气血的那个管路啊 所以心路通了管路 这个血 这个血液的管路也通了 所以全身这个 全身的那个骨节啊 所有的这些气脉啊 因为你的心路通了 心管通了 所以一切都通 所以 所以 所以你不用去 去做那一方面的工作 你只要 照规矩 然后 就调息 他自然就通了 然后 调息主要是要调心 不要有烦恼 那不要有烦恼 就没有渣子 也就会卡住 那 所以 这个心管 如果卡住了 这个通热也没用了 通热你如果放进去的话 又把那个管子给烧坏了 好 往下看 所以 这个行者啊 如果要调和之大 就应该像赤子王一样的握 所以你这样特握的时候 你本来 本来修行 然后这个气脉运行的很好 那那个气脉是怎么样 这个 这个任脉都脉是前后嘛 对不对 但是你若一躺下 睡下去的时候 就把它压断了 压断了 然后他又散掉了 这个气又散掉了 然后因为气散掉 所以心也散了 你本来躺下去的时候 譬如说你念佛答 做慈咒等等 然后心是收射的 可是 你躺下去的时候 因为身体放育 然后 又把气压断了 然后这个气就散掉了 本来是凝聚的 就气散掉 气散掉以后心就散了 心就散了 然后种种毛病又来了 这样子 所以啊 然后因为你气散掉了 然后心也散掉了 所以啊 尤其啊 这恶鬼神啊 对修行人就特别有兴趣 你一放育的时候 他就会造很多的镜 尤其是这个粉红色的境界 让你销售销售 然后 他趁机喔 趁机就 这个取你一些 这个最精华的东西去吃掉了 然后你以为 哇 梦了一个非常销魂的梦 但是 本钱要不少 看这场电影票很贵 知道吗 确实是这样子 你知道吗 因为这个但精气鬼啊 这个是佛所说的 确实是有 那但精气鬼 我刚刚如果刚刚就说讲的 他 特别就是对修行人的精气有兴趣 因为特别补嘛 对不对 好 往下看 狮子王的卧啊 实在不是昏尘的睡 因为他心心急急急急 心心啊 急急心醒 非同常人的知重睡眠 手寝而卧 那如何在这个卧中修止观呢 如果在请卧的时候呢 就要了达 因为卧的缘故 而有戒定会等的善法 以及杀到淫等的恶法 若为续推就观察了 那毕竟空急 没有实体 是之 因此就知道啊 卧中求于生灭迷雾去来 为了不可得 如是则妄念不起 就称为在卧中修止 那如果是在卧中修观呢 就是正在卧的时候呢 心中应该做这样子的思维 由于疲劳啊 心就昏暗 所以就放纵六情 这六情就言而彼舌生意的六根 因此就有一切的善跟不善法 在心中生起 那这个时候就应该反观 这一念能卧之心 便发现说 继续追求这一个心呢 就发现不见有这个心的相貌可得 就当之能卧的心 跟卧中所生的一切法 这所卧中一切法就是卧中所生的一切法了 齐体是空急 就毕竟了不可得 这样子行者就称为在卧中修观 不过有两点跟你讲 你如果在睡觉的时候 我问你说 你这么白天睡觉呢 你不要跟我讲说 我在修观 还有你在听经的时候打瞌睡 我说你怎么打瞌睡 你说 报告师父我在修观 那真是观了 还有很多时间 往下 五作者 153页了 若做时应做事念 我今为何等事亦亦如此做 若为不善无忌等事 即不应做 若为善地亦事即应做 先看到这里 五作者 这个作是什么意思 作就是作物 这个作物 一般是指说 出家人在事里面 做一些劳动的事叫做作物 尤其是出坡 或是扫地清洁 这些事叫作物 或是煮饭挑水 叫做作物 但是在这里呢 就不特定指这一些 而是说 所有做的事情 要做事啊 都叫做做 不管做什么事 也就是说 一切的作为啊 就叫做 那一切的作为 你要做的时候 就不应该随着业力 不知不觉的去做 要做的时候 就应该 有知有觉的 就做这样的思维 想说 我今为什么 为了什么事 而想要这样做 有什么目的 若为了这个不善无忌等事 如果是为了要进行不善无忌的事啊 就不应做 若为了善利益事 那必应做 那云和名做中修止 也就是说 如是思为了以后呢 觉知之 然后因此就 在一切作物之中 做事之中 都修止 譬如说 举例吧 譬如说 开车 也算做事 开车的时候也要修止 那我问你 我们现在都要开车 对不对 你开车的事都在打妄想 对不对 这个 手是都要方向旁路追 然后脚还是踩着那个油门 在心里面都在打妄想 对不对 所以 你如果是修行佛法 那个时间就不要这样子浪费掉 那在做中修止 开车的时候也要修止 走路的时候也要修止 若一做时 即当了之于 因于作故 则有一切善恶等法 如果你要做任何事的时候 就应该要了之 由于这个作物啊 的缘故 以这个为缘 那么 则 虽有一切善恶等法相 于内外 自信内外显现 而实无一法可得 无一法可知取 可得 无一法可得 就 因为你要得一定要只取 取才能得嘛 但是没有一个法可以只取 而成为我的 所以 无一法可得 无一法可得 如是呢 我的就是 用佛法来讲就是 我所 称为我所 如是绝了 那就妄念不齐 妄念就不会升起 那 这个就称为 不见反为啊 也就是说 他还没升起之前 你先 你先做了 那么 就是妄念还没有升起之前 你先 思为无一法可得 他就不会升起了 这样子 所以 度见反为 这样叫修子 所以不是等他 升起来以后再去指他 而是根本不让他升起 这样子 好 云和明坐时修官 那什么称为 在作物的时候修官呢 就应该做思念 所以你看 就像炒菜的时候也是作物啊 那你炒菜的时候都在想些什么 恐怕都不知道 对不对 那那个时候都不知不觉知 只在想说 要加多少油 加多少 多少酱油 这样 好 所以 你们炒菜的时候 就是纯炒菜 就对了 那如果能够 加一点点修行就更好 对不对 可是你不要想说 这个炒菜不可得 然后炒起来的菜都很难吃 这样子 这样也 或者是那个盐巴都没散你 这也不行啊 那也变成不知不觉 就是说 你作物 一样做 要做得好 但同时 里面还修子官 这样子 哇 这要求太多了 你看看 菜又要炒得好吃 又要修子官 不过你若这样修子官而炒菜的话 可能炒起来的菜会更好吃 因为还有子官的味道 好 应做事念 由心运于身手 造作诸事 因此则有一切善恶等法 故名为作 你就要这样想 由于我这个心运就是推动 推动 推动 由于心推动这个身跟手 因此就会造作种种事 也就因此就有一切的善恶等法升起 所以称为作 但是我如果反观这个能作之心 做心就是能作之心 就不见其相貌 那你看这里啊 我之所以去做种种事情 是因为我有一个心 去推动这个手跟脚 去做事情啊 对 所以这个心就是能作 能推动身体去做的 那个心叫能作之心 那你现在在做的时候 已经在做了 然后你再去看那个 那个能作 能令我身体去做 做物的这个心 在哪里 去找这个心 找能作之心在哪里 就找到吗?找不到 逆心了不可 对不对? 那你就变成慧可了 对不对? 马上当下就大悟 对不对? 然后就把菜给炒糊了 然后不见相貌 当之作者即作中一切法 必尽空极,是名修观 当之作者就是能作之因 即作中一切法 所作之果 作者是能作之因 然后作中一切法呢 就是所作之果 所以一个是能作 一个是所作 一个是因 一个是果 一个是因 一个是果 就找不到 所以就必尽空极 这个心是很奇怪 你如果不去找他的话 这个心里面是很多东西 可是你去找的时候 诶!什么都没有 就这样子 这很奇怪的 他就喜欢跟我们捉迷藏 必尽空极 世民修观 这叫做修观 这个叫做 称为在座中修观 好 座中修观什么? 就是修观智 加个智 智慧的智 因为你没有智的话 是不能观的啦 观必须有智慧 智眼 用智眼观 好 回想 所长 愿消三丈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名 抚愿罪障西消除 世事成行菩萨道 在山上 开始